第五十一章 密典塔 转眼三十天已经过去 人类 参悟时间已满 你可以出来了 圣碑塔守护者 低沉雄浑的声音在罗锋耳边 脑海内回荡 直接将罗锋唤醒 罗锋的所有意识迅速从宇宙本源之地发自海洋 以及眼前的圣碑恶魔咆哮图中脱离 呼 罗锋不舍地看了眼这巍峨的淡绿色圣碑 可惜只有一个月 这圣碑对我的效果 比那九语混沌碑还要更好点 罗锋暗叹 九语混沌碑的前期附图都只是空间法则 所以观摩那九语混沌碑对感悟金之法则的帮助并不是太大 至少远不及这圣碑 罗锋转身离开 沿着那出口往外走 那穿着黑色绽开 仿佛雕塑默默站立在那 身侧更插着一柄三米高巨型刀刃的圣碑塔守护者 无形的威压气息笼罩周围区域 让任何一个进入圣碑塔的金角族人都感觉到压力 轰隆隆 高大的塔门缓缓开启 外面的光亮照射进来 罗锋独自一人朝外走去 殿下 罗锋殿下 塔门外正站着狄伦 五名借主护卫 四番旗 卡什纳 罗锋向自己人微笑点头 可随即变面色一变 因为在圣碑塔外还聚集着另外一大群金角族青年 那些青年们仿佛红了眼的牛犊子 个个死死盯着罗锋 人类罗锋 我要向你挑战 人类 接受我的挑战 是勇士 就接受挑战吧 各种声音嘈杂一片 罗锋眉头微皱 连走到狄伦 四番旗长老等人身边 传音道 我们先回修炼居所 四番旗长老 这群狂热族人就得靠你应付了 随即 罗锋带着狄伦等人 迅速地离开圣碑塔 真是有些狼狈 修炼居所 罗锋等人推门而入 编走罗锋还说道 狄伦 我准备 将这一个月的圣碑参悟稍微梳理下 然后再去密典塔选择密典 说完后 罗锋就直接选择了一件静式去参悟了 殿下修炼果真是刻苦 狄伦目睹这一幕 摇头笑道 笨 当年我没到不朽时 也是这般刻苦的 达到不朽 获得永恒生命 再无寿命大限困扰 再加上不朽神灵想要进步极度艰难 进步的极度缓慢 以及寿命无限 令不朽神灵们就不再那么勤奋了 罗锋盘膝坐在静式内 闭着眼 不断思索着 透过圣碑发现 却没有完全雾透的一些奥妙 开始细细体会咀嚼 不知不觉中 已过去半月 嗯 罗锋睁开眼 露出一丝笑容 圣碑上参悟的算是雾透了 圣碑参悟三十天 媲美自己 戒主级正常修炼约八年 媲美玉主级修炼仅三千年 而罗锋从出生到如今 也不足三百年 这三十天进步速度极大 奈何 九语混沌碑的九福图 难度是几何曲线般飙升 之前虽然雾透 雨滴图 细图 共三十六滴雨滴本质 可是 暴雨图中蕴寒的 另外艰难百倍不止的七十二滴雨滴 就算参悟这三十天 也仅仅是让罗锋的法则感悟 提高到大概超越通天桥 第九层的地步 感悟一百零八雨滴 正常强者们感悟 只要参悟明白就可以了 这相当于是考试一百分 而雾透本质 则是相当于连附加题都全部答对 弄到一百五十分 虽然仅仅稍微深奥一点 可是难度却是增加十倍百倍 这也是当初真眼王让罗锋去研究飘血 都担心罗锋有没有那个能耐的原因 因为雾透本质 对法则感悟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三十天实践 相当于御主集三千年的修炼 让罗锋将第三幅图 暴雨图完全弄明白了 就是说 在那更深奥的七十二滴雨滴上 可以得到一百分的弄懂第三幅图 就代表罗锋已经拥有 闯过通天桥第九层的法则感悟度了 我从通天桥第七层巅峰提升到第九层 耗时仅仅三十天 将暴雨图算是弄明白 正常强者们修炼 按理说 这时候就该继续修炼下一幅图第四幅图 可惜我不行 我得悟透最深奥的七十二种空间本质 罗锋参悟这三十天 也发现要悟透七十二种本质多么的难 前九种最容易 当初在混沌城就悟透 中二十七种难很多 透过血弱世界的一些机缘 令罗锋参悟速度飙升 兽神雕像可以长期观摩的情况下 加上天使公主的体点 最终才悟透 后七十二种最难 罗锋接绝境级任务 后又在地球前修五十年 现在又在圣碑塔中前修三十天 相当于御主级近三千年 这种情况下 罗锋仅仅是将暴雨图达到一百分的地步 而那七十二种本质 却是一种都没有悟透 那 无比艰难 一般的绝世天才 就算借主及时 耗费掉整个寿命一千纪元 都修想暴透那空间法则所有的一百零八种本质 唯有真正的宇宙巅峰中的超级天才 才有资格来浪费大量时间 当年巅峰天才 恋落 借主及时 在混沌城中也耗费三千年悟透 当然论天赋 拥有血落之力 驱动的金角巨兽 空间处魔杀族分身 架起来 恐怕还要超过宇宙人类 巅峰天才联络 特别罗锋还有兽神雕像 随时透过兽神雕像 那参舞四天一朝 罗锋走出了境室 外面顿时 几道影子闪过 狄伦 五名借主 四番旗长老 卡什纳都出现了 殿下参舞结束了 狄伦笑着走来 嗯 罗锋微笑点头 恭喜罗锋殿下 罗锋殿下这次圣杯参舞如何 四番旗长老看着罗锋 很不错 罗锋夸赞道 是很不错 现在单单法则感悟方面 就达到通天桥第九层 一旦罗锋在完全爆发念力阵幅 高达三千二百多的念力阵幅 令罗锋实力飙升数十倍 如果真的去闯九语通天桥 完全可以直接闯过那通天桥第十层 单单法则感悟是第九层 战斗力却已经能闯第十层 魔音神将传承 果然是让我受用无穷 罗锋按赞 不过我进步太惊人 不太适合现在去闯通天桥 进步大心里 开心就行了 没必要去嘚瑟闯通天桥 反正现在闯通天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处 没好处的是 罗锋不干 走 我们去密典塔 罗锋说道 密典塔内拥有整个金角族无数密典的试读本 很多密典都别出一格 箭走偏锋 连我们人类密典宝库中都不一定有收入 狄伦笑道 殿下可要认真选 当然 罗锋微笑点头 可不是吗 在虚拟宇宙公司想要修炼一本密典 那是需要巨额积分兑换的 普通好点的密典就是上万积分 一些珍贵密典数百万上千万积分 而一些无比昂贵的超级密典 连罗锋的老师真眼王也只能看着傻眼 我得选一本昂贵的密典 从昂贵中选 罗锋按道 越是昂贵就代表价值越高 这点毫无疑问 从昂贵中再选适合自己的 片刻后 罗锋等人沿着圣地内的街道 就走到了那座巍峨的白塔前 整个密典塔高度和圣碑塔相当 颜色却完全是白色 整个塔楼隐隐散发着 让人心静的气息靠近密典塔 整个人心灵都前所未有平静 罗锋等人沿着阶梯 进入密典塔大门 来到密典塔的第一层 这第一层属于接待层 四番旗长老在旁边介绍 罗锋殿下 一道尖利声音响起 只见一高瘦地穿着淡绿色铠甲的 女性金角族人走来 让罗锋感觉就像是一个绝色美女蜡像 因为金角族生命结构的原因 导致皮肤和人类皮肤有着很大区别 女性金角族人嘴角翘起 罗锋殿下 我叫瑟斯 是密典塔的其中一名接待者 我们早已经得到元老神功的命令 罗锋殿下 你可以在这密典塔内 选择任何一本密典试读本 只要选中 我们就会将密典全本给殿下你 我会给殿下全程负责讲解 让殿下节约选择时间 毕竟这里的密典数量实在太庞大 整个密典塔共有999层 每层密典都是百万计 那就麻烦瑟斯小姐了 罗锋说道 罗锋殿下 我们在这休息等待 殿下不必着急 认真选择 这机会很难得 四番奇长老说道 嗯 罗锋点头 我们走 罗锋看向女金角族人瑟斯 我带路 纳瑟斯走在罗锋侧边 一边引路 而后沿着楼梯迅速登上了第二层 罗锋一看便倒吸一口凉气 这第二层空间极大 高度就大约近百米高 一座座书架分散开 书架上平放着一本本书籍 虽然是平放 可是因为空间实在太大 那些书架都有七八十米高 所以那些书籍极多极多 整个第二层绝对有过百万本密典 每层这么多 999层 罗锋暗探 一个族群的密典数量 果真是夸张 罗锋目光一扫 发现每本密典试读本旁都有价格 比如有的密典价值120贡献点 有的价值388贡献点 罗锋殿下 女金角族人瑟斯在一旁讲解到 密典塔的999层的密典 是按照贡献点数量分配的 这第一层的密典 最昂贵的一本 也仅仅只需要612贡献点 而第二层最便宜的一本 都需要612贡献点 越往上越贵 第999层多贵 罗锋询问道 第999层最便宜的一本 需要9800万贡献点左右 最贵的一本 需要16亿贡献点多点 瑟斯说道 当然罗锋殿下 你是可以任意免费选择一本的 少许多贵